又是搭车又是搭船 几番波折 物资箱终于送到家长手上了 家长这次到校 不领书本教具 领的是慈祭与屏东县府 携手发送的物资箱 考量到屏东的地区是比较偏远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在琉球的地方 跟物台箱的部分来讲 我们用的物资是安心生活箱 然后还有白米搭配蔬果箱 小琉球的工作机会原本就有限 疫情让许多学生的家生计陷入困境 长达两个月没工作 独自抚养四个小孩的新住民妈妈 担忧可想而知 物资箱缓解了这些家庭的燃眉之急 我这些东西对你们来说也是有帮助 有啊 帮助 帮助告诉我 他长大以后 他会有一个既是 然后助人的心 长大以后让这份爱 不断地在社会上流转下去 一箱物资一份关心 像强而有力的腹板 要支撑着小琉球的弱势家庭 挺过疫情大风浪 大以新闻 真相美志工蔡黎旭潘明元 屏东报道